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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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字幕志愿者 łemР invasion 其實要買美股的話也可以 但很可惜如果你只是港股的話就不一樣 好了 我們先看大致的形勢 其實呢 這個 標普500 呢 都是呈現 緩慢上升的趨勢 一破頂 algumas一佔 即是說 逢是之前高位型 都是 手 swing 脸的壞樣 樣子像這樣 就繼續緩慢前進 其實就不用太看淡美國的 因為它將會花錢 花錢的公司是多些生意的 理應民眾是多些錢 不過呢,如果疫情太嚴重 禁止了,怕多少錢都沒用 所以很嚴重 本來早前的定奪 下半年左右大局的就是債務上限和疫情的發展 暫時呢 如果是外國人的劇本 華爾街的劇本都是意料之內 接著呢 比特幣呢 四萬零七百多 可能企穩都繼續去 看個壞樣子的情形 今假硬正了兩個星期 現在就回軟了 應該跟比特幣相反 因為他們都是吸過一些避險的人 即是不信美金 買一些有購買的保值 兩邊爭客 比特幣升得那麼厲害 要先閃閃 那麼呢 如果你再看 這個美匯指數 我們都講過沒什麼意思 基本上 因為G7開完會 講完點數 大家一起印 這個相對速度 所以你這裏什麼都看不到 基本上美金強弱 其實意義不大 那麼油價呢 這個增完產的協議講完之後呢 那麼呢 對了 回順了 但是呢 比預期就是弱點了 因為我們的模式是Risk On Risk On呢 油價又升 股市又升一些 本來想著是這樣的 不過應該是一些因素加答的問題 另外呢 還有就是十年的債息呢 那麼突然間上回了 那麼應該是 就是聯儲局的訊息其實都幾混亂的 如果你有跟 我們看看發生什麼事了 好了 那麼這個BIS是什麼呢 是國際結算銀行 是銀行界的 大佬 國際大佬 你可以這麼說 監管機構的國際大佬 他竟然呢 就是說 嗯 我們要小心一下平台 對呀 啊 A君 這個A君想的都不明白為什麼 都不和飯素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呢 早前這個中央打擊這個 這個 阿爸爸呢 都是說他 又花又泰 是不是呢 又花又泰 做銀行那一份呢 那麼 其實呢 如果你們有跟開這個 互聯網股的新聞呢 其實這個面書都想搞 他原本想搞個天平幣 是 是啊 他自己搞 後來就是 不給了 所以他現在就是 想做這個穩定幣 什麼叫穩定幣呢 其實呢 那個這樣的幣後面呢 可能一元 等於一元美金 他有個 採詞 或者信台 裝著一堆美金 那麼呢 在他的平台上 還用穩定幣 那個穩定幣 就跟這個 美金掛勾的 等於 保自己 靈氣勞做 不過方便交易 就想著這樣 但是呢 這個呢 這樣的 撈歪的 結算銀行呢 就是呢 都覺得應該要注意這些平台的運作 因為在 美國那邊 其實都有人在做這件事 這樣呢 對銀行業 和金融穩定的衝擊 其實是 很大的 這樣 有機會有做到衝擊 所以要留意 很重要 這個呢 就是 證明 我們這個中央市場 快人一步了 的規管 不過呢 炒港股 就是難一點的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也知道 上兩三個星期 又是滴滴 是不是 跟滴滴那邊 上市那邊 又搞到有這個 軒然大波 然後呢 就是 這個 這個 騰訊玩遊戲 又出事 是不是這麼說 教育股又出事 整個生意都斷了 這個呢 投資名宿 有惡王之稱的 Ray Dario 他就說 他就說 喂 你們看著 這個中央市場 其實這個國家資本主義 是要大部分人都找到吃 你不要想著 像我們美國那樣 誰有錢呢 找些人去 去 政府搞兩下 就跟有錢人的方向去走 就不要這樣想 那 那 所以你在中央市場 就體驗到有錢 就不是大了 這件事 你在中國是看到的 真的是這件事 這個呢 Ray Dario 也是這樣說的 這裡呢 A君呢 就想做些些補充 這裡呢 A君就不再說 哪個制度好些 哪個制度壞些 但是肯定一件事呢 這個美國那邊呢 就是容許 這個資本呢 就走進去 影響這個政治呢 就非常之嚴重的了 譬如一些政黨 經常都說 都是一些不務政業啊 完全不是生產的機構 政黨下的資源 都是來自資本家 所以說到最後 所有政黨呢 就說自己呢 就為民請命 其實呢 背後的老闆都是資本家 簡單的說一下 美國那邊呢 真是 一個徹頭徹底的 資本主義國家 上資聯儲局 下資影響所有的政策啊 都是資本家 說了事的 相對來說呢 我們中國那邊呢 就有一個 行社會主義啦 社會主義呢 政府呢 就控制了一些國營啊 以致啊 有關一些呢 利益的一些 行業啊 所以呢 避免了很多的壟斷啊 甚至乎 一見到大型的壟斷出現啊 例如呢 平台經濟啊 以前啊 幾十年前啊 或者百幾年前啊 啊 啊 馬克思林的時候 都想不到有互聯網這件事啊 但是呢 只要啊 撞到他這個呢 呢 資本家 控制了 某個 utilitity的行業 形成了Monopitale之後呢 那呢 政府就會出手啦 而出手之後呢 就會呢 去保底的 會等到社會那裏呢 那裏去 補回其他的資源啊 那樣的 那這個就社會主義行法啦 甚至乎呢 連 國有的銀行啊 也都會用一個讓利的方法 將來賺回錢 還給予社會 那誰好誰說呢 A君就不敢說 只可以說兩個不同的系統啊 是啊 不過炒股來說 買一些公司當然希望有錢大了 你生活來說就不太好 所以你在這個社會主義的內地投資 做太大是不行的 但是我們上個星期都說過 那些這樣的生意 本來設計是賺不到錢的 什麼共享單車啊 什麼送外賣啊 還有什麼話 什麼打滴的apps 很合理的都賺不到錢 基本上 這些這些東西呢 洗濕了頭 那麼多輪投資之後呢 就越圈越多錢 他就唯有說到自己全國都做完了 不是那個回報率 違不到那條數啊 你明白嗎 所以個個都說到鬼死那麼大 那些生意呢 不過幾百億都不說的 幾億的生意完全不說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洗頭吃得太濕了 洗大了 但是去到這麼大的規模呢 就搞到這麼多市民就不行了 好了 那今個星期當然是 啊 好大新聞 當然是說打機啦 打機又 應該補充一句 所以呢 其實呢 兩邊的制度呢 最favor呢 那幫人就是香港人 香港人就可以上去住 enjoy這個社會主義帶來的優勢 然後就在香港看個帳戶炒美股啊 是啊 那但是呢 我們都說了 這個美股就是不斷升 是不是因為好呢 就是 我們之前很久以來長線的分析 都是說因為 印出來的美金沒有出路了 如果美股都想起來 就很大件事 變廢紙啊 基本上 那些人要美金來做什麼呢 那你現在都會唱一下美金 就是博呢 可以呢 在這個股市上有些升幅啦 雖然這麼高 是不是 那些股值這麼高 高處都還不算高啊 這樣 就這樣啦 嘩 嘩 上個星期呢 就打完教育股 今個星期呢 大家都聽到的了 就說那些小朋友打機呢 就用很多時間啊 這樣 那些小朋友什麼都不能做了 不過說實話 阿斯君呢 自己就是吃這個電子塵 打機打大的 所以呢 我現在呢 見到自己的小朋友 基本上都死都不讓他們打 因為我心知道危害很大啊 陰公 我自己都不能自拔 其實我記得自己小時候 所以我就不讓他們這樣做 自己設限了 那呢 那騰訊就合作啦 保護那些小朋友 A君有次跟C君一起 在浦瑾下途下街啦 然後他突然間呢 就要去灣仔那個 嘟嘟廣場那裡 就要買機打 然後呢 他還要跟我說話 哎呀 嘩 是時候要拍一拍的了 我想著 嘩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事情啊 然後他說 買精神鴉片 然後在那裡買個遊戲 不是 我就說電子毒品 我不行,要充值一下,買電子毒品,所以真的不行 幸好那時候這麼麻煩,如果很方便就真是好東西 所以很難解脫,所以為什麼呢? 很多年前我都覺得遊戲股,弄遊戲股票一定行 因為我都知道自己貢獻良多了,真是很不行 好了,但投資來說是怎樣呢? 中央市場估計人多生孩子 但又不讓人家補習了,放假又不能補習 晚上又不能補到11點,可能補到7、8點就要走 人家要收工,補習石非牟利 非牟利,找鬼幫忙,人家都不搞 然後又不讓人家打遊戲 生孩子出來做什麼?A君,怎麼辦? 打奧運 是啊,可能建議那些人做多些有益的事情 做運動,走山,去探險,到內地到處走走 我猜方向應該是這樣,也沒辦法 想那些人健康一點,成長 也很家長式的 希望培育年輕人 是這樣的 好了,接著我們經常都說很不行的 德斯拉的產品 他的股票每天都不斷升,但又出事 A君 嘩,這單的A君有看這單新聞,真是神經 哪有這麼差勁? 不過我記得,C君來很久之前 就說過Tesla的設計 真的有些問題,是嗎? 是啊,他基本上是手機電池 就貼在車底裡 用那些軟件去控制他 哪個不行啊,哪個過熱啊 就減掉電腦啊 這樣的情況 嘩,但是你看,嘩,這個呢 來吧,看看特斯拉 給你看看 我不管啊,這些 那些,你分析這麼多 怎麼鬼啊,他做了這麼多壞事 那些股價呢 今天怎樣的情況 都七八零九元,都是繼續 七八零九元,今天跌了一點點 沒什麼意思啊,你明白嗎 你分析這麼多東西 他說他賺多了 但是他造車的盈利 始終都還沒有很穩定 說實話呢 你知道鋼鐵俠呢 好像賣了最後一間屋 你會聽過嗎? 賣了間屋 這是租屋吧 最後租屋,間屋非常小的 他還要呢 好像是不是說要 是不是要訓車啊 總之是小到飛起啊 是啊 真的呢 他可能是避稅的 這臭小子 他不是一個地址 他特地去一些貴稅區 去便宜稅區 就算是不同 葡萄加拿也要過去啊 是啊,他總之 就不要一個稅務地址 你真是 所以他電池就不太行 但是呢 就有些這樣的新聞 所以呢 上個星期 提過的硬科技比亞迪 這個星期就超厲害 當然 性高高人 加持一下他 更加坐火箭的上升 好像是這一浪 這十日升了整個三四成 對的 這個A1呢 有少少資料提供 他呢 最威風的東西呢 就是之前提過的刀片電池 這個呢 這個呢 預計呢 比亞迪今季呢 將會呢 是的 是的 變成了他做輪的 另外一種呢 就很出名的 尖峰里業 又是做這個電池 所以內地就興起了一句說話 一定要左輪右利啊 一手拿著比亞迪 一手就拿著這個尖峰里業啊 哦 是啊 現在開始呢 之前呢 我們內地的手機被人卡芯片 現在呢 這個呢 這麼火紅的電動車呢 這個呢 最高點就好像在內地那裡 已經明顯的趨勢 看看 好了 我們都有提 之前兩天 每天千多點那天 只有這隻星 不是只有這隻 很罕有地這隻星是大星的 就是跟你說 這個是 要買這些 所以業績非常之亮麗 走勢都好像不錯 好了 那呢 其實呢 比特幣升都不是說沒有原因的 因為美國證監會就說 如果有基金呢 投資比特幣的ETF 我們就當是普通基金 這樣監管 那是什麼呢 就是開綠燈了 中央市場當然是完全不給了 你投什麼啊 換錢啊 什麼都不給啊 總之 但是呢 美證監會就給了 那呢 其實這個坦設好之後呢 那真是大升可期啦 因為可以派給散戶嘛 因為投資比特幣 我也提過啦 也要支援錢給一些小艇 又不知道幣去了哪裡 是不是 有那些幣箱呢 幣的blocker 和D 可以走鬼了去 也有的 所以如果有ETF 那形勢就不同了 可以增加了安全性和流通性 那時候真的沒有眼睛 那至於這個樂王 Ray Dario 呢 他就說 很搞笑 昨天 他說 那些人說 哎呀 那現在呢 其實你看看很多美國的傳媒 還有那些油管上的影片 很多民眾都覺得這個通脹 就很害怕 聽說呢 那些牛肉升了差不多 幾十個倍 然後那些蛋雷率升了幾十個% 可能今年年頭到現在 那些人很切身感受到這個通脹 所以就有一些粉絲問 Ray Dario 那我們保值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買黃金還是比特幣好呢 那他就說 如果用槍支他的頭 他就買黃金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其實呢 他都有買比特幣啦 個人持有很少 但是老實說 如果升很多很少就夠了 基本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很少是我們很多的了 是啊 他對他 他 他的採詞不是那麼大嘛 他買了一點點 他就買了很多 好啦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正如上個星期 那這個呢 我們這個台呢 都算是很緊貼的 跟進債務上限的新聞 已經沒有什麼 這個台感了應該 那其實呢 那他們 有些專貴的議員 正在爭措的時候 其實都還沒開始爭措 正在拖措 那麼呢 這個華府呢 就是等一些大帝 說之前呢 就已經是 打算堵塞住那些洞 不要漏那麼多水 就捱久一點了 譬如呢 那些人的退休金 退休福利就不派住啊 這樣 可能不知道會不會停擺 或者有些不緊的錢 就不用住啊 那 就是呢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美國政府在聯儲局裡面 有個 一般戶口 有些現金好像有五千億的 那些人數個手指 啊 可以數到九月尾啊 十月頭啊 都頂得住的 又還息又出糧 都可以的 不會犯法和違約的 那這個月呢 我想呢 來近一個月啦 我想呢 來近一個多月呢 大家呢 可以聽到很多人 喊撒這個債務上限的 新聞呢 其實呢 這個情況是問題的 因為呢 你留意一下 現在呢 債務上限呢 就已經是 到了 那當然呢 美國政府有印出來的銀子證啦 還有一些呢 舊的債券 到期它又可以發新的 因為它沒有借多的錢 都是維持借貸水平的 維持回一個 這樣的循環 但問題是呢 聯儲局呢 就繼續QE 我們可以很快看一看 他繼續QE的時候呢 那問題呢 因為債券的量已經定了 是不是呢 他沒有上限度了啦 沒得法 多些債券 都是維持著那個水平的 但是每個月呢 都賣回1200億 那賣下去呢 就越買就越少債券那條街 是不是 是啊 那越買越少呢 那 開始呢 那些這樣的 啊 銀行之間的 互相借貸 就應該不夠抵押品了 一分鐘 基本上 都吸光了 那些儲局都吸光了 是啊 那怎麼辦呢 搞不定啊 搞法真的 那所以呢 你想一下 這個很實際的嘛 你條街的債券都是這麼多 是不是 現金就多了 那些生意的流轉就大了 那你可能知道 資金的缺口 可能隔夜 隔三天 那些空缺都很大的 那要舉 那一般銀行的話呢 他的保證上面 有一些國債 就舉了他 舉他幾天 問行家借錢 那這個銀行家借貸 就再回購了 是不是 那呢 但是呢 如果不停QE的情況之下 都越來越少 很明顯的現象 越來越少 國債在這條街上 要留意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技術問題出現 沒有眼睛看 所以 其實這個買債 應該一定要停的 基本上 一定要停 因為如果不然 就不停吸到沒有了 這些債券 好了 嗯 跟著 跟著 那些議員正在開會 是不是批這個 一萬億基建 3.5萬億救市 醫療 聯邦方案 他說 哎呀 這個呢 如果是批了這些 這些刺激經濟措施 美國可以保持經濟的一個地位 為什麼呢 當然 當然 突然間的GDP大了很多 人人又很公開 還有呢 唯一一件事 就是債務多了 是啊 其實呢 就是這樣的 那些一萬億的基建 3.5萬億也是的 有些醫療 有些派錢 漸漸地都變成不同的人的收入 其實這些事情 我一萬億先當說 因為基建計劃 通常這個現金投入 這個經濟體裡面 經過這個銀行體的放大 傳了進去 銀行又再放大出去 就變了十倍 那麼一萬億分十年 反過來就是 每年槓桿之後 就有一萬億了 那麼呢 其實呢 債印銀子這筆錢 引完之後呢 那些人拿債款 不是真的存錢的 那些人拿債款 就買東西 買完東西 變成商戶的收入 商戶才存錢而已 所以其實呢 他就出術了 他這樣債印呢 現在美國的GDP 好像是二十幾萬 我記得了 二十一萬億左右 債務就二十八萬億 那麼他每年呢 無竟度的降生 拼多一萬億的交易 他就這樣做呢 就這樣做交易 我當他只是交授一次 這樣傳道下去 其實產品都合理應該要有 四點五個百分之 的增幅才合格的 因為是印出來的 所以他這樣 如果他只有一兩百分之 就是搞不定了 螺執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政府說我們不是欠印赤字的 經濟匯約了我們收多點稅 所以十年之後多了二千多億 信他一成都什麼 他一年爆了六萬億 他說十年才多了二千五百億 沒眼看了 今天這宗大新聞 在經濟危危乎之際 這樣的情形 美國有三十個商會 似乎配合耶倫的行動 耶倫說過 我們收中國的關稅 大部分是我們自己給的 加劇通脹不行 九成幾多自己給 聽說92%是美國的商人和消費者吃了 中國的出口商狠減 只是承擔了8%的關稅 因為如果你有聽說廠老 做廠的朋友 跟美國人交過手 你會知道的 頭兩年的單就蠻好吃的 跟他做的單又大 利潤又合理 接著我借錢開廠 買機器都很爽 借到周生寨跟他開工 然後怎樣買A關 接著有個Procurement Manager說 我要貨給三家 然後就把單射到別的地方 你量了水去增加capacity 就變成你擔心 於是他就指我倒價 是啊 接著就被人夾 其實很 這些騙徒手法 每次都是這樣的 他之後要求你每年都要減價 每年質量都要提高些 你就越來越難做 真的要白住 在這個現代商業管理的美國人 在現代商業管理之下 已經拿到中央市場的廠佬 是全世界最便宜的生產者 我們之前也說過 就算你加完關稅 加了十幾二十%也好 第二便宜的人 還是比中央市場貴 就是這樣 整件事就是這樣 是啊 疫情之下更加第二便宜 我還沒得開工 所以基本上就硬吃了 好了 他說你這樣夾死我們 雖然零售 出口協會 那些人都說 你好減關稅 還有跟中國說一下貿易談判 他們要求兩件事 其實呢 我又 我又覺得沒那麼單純 有可能 給個下台街 給個燈神政府 因為呢 原本跟中國談 就很壞仔 很沒面子 我不是因為我跪下 因為呢 我真的聽商界的意見 我就跟這個中央市場開會 因為他呢 之前 那個天津匯 好像是上個星期的 天津匯 搞到這麼大劑 鬼都談不到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們呢 這個燈神的政府呢 夾中央市場就夾不行了 不過反過來呢 就假裝為這個商戶請命 他們都有得下台 我猜是這樣的劇本 應該是 這個呢 這個呢 公開街的 scenario 當然公開街的 scenario 就是打鑊金 打鑊金 你 喏 我很久之前都說的了 這個這樣的 刺子大國 他沒有錢的 打不到的 他大器的 因為他現在那個債務 和GDP的比例 已經等於二次大戰高峰 都沒動手 都沒動手 一動手 他不散 所以呢 我們中央市場呢 站到這麼硬呢 其實就看通了他 就在那裡搞軍演 在那裡空你 他不會動手的 所以呢 就跟他硬正了 變成呢 是可以啊 贏到這一場仗了 到最後呢 走回來談的 是啊 就是這個負債太重了 就是這個新冠這個事件呢 令到美國的政府的債務呢 是出乎意外之外 快速地上升 之前都說過了 去到三零四零年 才去到這樣的水平 現在呢 眨眼就到了這個大戰的水平 已經 因為是將一個錯誤 和正確的方向 Accelerate 了 是啊 所以這個就 歷史加速了 這個呢 就給你看一下 這個呢 有些分析都是和我們一樣 逢高減持 彈上去又 固點 所以得到現象感 然後呢 我想說一下聯署局 聯署局呢 是一個 最近做的事情很奇怪啊 是啊 明明他的通常 四五六個 四五百分之六都來 不知道 七月怎樣的樣子 都未公佈 但問題是呢 為什麼他死都說 二三零三年才加速 這麼神奇呢 為什麼呢 不如我們下一節說啊 好了 死都要這麼說 好了 拜拜 好了 拜拜 拜拜